嘿大家好 来 在线的人来 可以听到的请发个E 可以听见的 可以看见的请发个E 好 谢谢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请大家帮忙转发 好 好 感谢 大家在这个 大家如果用手机的话 告诉大家 用电脑是最好 不过因为有的人可能在路上 什么样的 现在手机比较方便对吧 如果您是用手机的话 你看手机是这样的对吧 你看到是样很小 一打横就放大了 看到吗 所以打横会比较好的 相对打横比较好 如果你是要打字需要沟通的时候就放直下来 下面这个打字就会出来了 这是小儿童的这个版面是怎么利用的 OK 那你看这个右上角有三个点有没有 点击三个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现在下面这个就可以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请大家转发到朋友圈 让大家知道我们才在开课 然后转发到群里面还是给朋友 那就打第一个对不对 就可以转发 现在我就转发到我自己微信的 现在开始直播 请大家进来观看 好 我们就转发到朋友圈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九点了 我们就开始 开始 那上一次的课有没有人听 有听 就是腰痛的 那如果你还没看还没有听的话 就是我们有一个 这个回放的 那回放呢 在我们的群里面就有了 在我们群里面 你可以跟我们的助理拿这个 这个 千疗的回放连接 千疗的回放连接 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发一个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企业微信的二维码 那大家也可以 进入企业微信 那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二维码 同意的发在里面 同意的发在里面 大家可以 可以先扫一扫 可以进去 我来共享一下 课销 课键 课键 目望向 看一下我们课键在哪里 好 今天的课呢 呃 大家可以看见吗 现在 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吧 好 我要注意看我的手机 知道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看见啊 我把它放大会比较好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放大的情况 好 那今天的课呢 就是 新谈针 昌规碳穴法 加上 汤规碳穴法的治疗 颈项疼痛 立竿见影 这个 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经学过谈针 对不对 如果你 你学过谈针的 请发个二 陈总好 陈总进来了 学过谈针的你发个二 我知道一下 如果是还没学过的 是新的 不知道谈针是什么一回事的 请发个三 让我了解一下 那学过了 这个朋友啊 老师们 这个 我们叫新谈针 因为新谈针呢 它里面加上了手法 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昌规碳穴 手法 对吧 行针的方法 加上了谈规碳穴 在 旧的谈针里面是不讲手法的 对吧 针进去就可以了 再来是我们要分阴阳 来 扎这个谈针 OK 它效果会更好 OK 好 就变成我们也 同时 平衡这个结构 的问题了 OK 我们还是以远道穴位为主 现在 那今天的课呢 讲了 是 讲这个 颈向疼痛 颈向疼痛 包含了这个颈椎病的这个 骨质增生啊 还是 关节炎啊 颈椎关节炎啊 都包含这里面 那我们谈一谈这个公益课的回放情况啊 先讲一下 在正式开始之前 所有的免费公益课呢 都会有两天的小儿童回放 所以如果你今天 等下看到一半你要出去无所谓 你 再点击回来看还是可以的 那两天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公益课啊 放到这个千疗 永久回放 那你要拿到这个千疗的永久回放的链接呢 你就找我们的这个 助理 谁给你发这个 链接的 你就找回谁就可以 他们就 还是在我们群里面会 放到千疗上去 我们会 群里面的会恐怖 所以记得跟 这个 这个我们推广员联系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 区域员呢就来找我们说 为什么小儿童看不了 那 他不知道我们把他移到了这个千疗上去 OK 所以可以这边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 在课前之前呢 我们宣传一下一个小广告 这个广告呢就说我们有一个五个网课 这五个网课就头痛啊 颈向疼痛啊 腰痛啊 膝盖疼痛还有耳鸣听力下降 那这五个网课呢 呃等一下我们还会介绍 那主要是给 你要认识谈真 可是你不懂 你不知道 要不要来上面收课 然后你先买一个 在小课 来先学 临床马上就可以用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再详细介绍 我们先进入我们课程 我们谈证里面讲了 讲的是三个步骤 第一 就是 就是 我们叫真识医 找出病变的经末 脏腹 还有结构的物品 这叫诊断 第二个步骤是通过六大经末 平衡系统找出治疗的平衡经末 那第三呢就在 第二系统 第二步找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在第二步的基础上面去找阿斯学治疗 OK 就很简单对吧 听起来就很简单对吧 一点都不难 我们等一下会接着 一个一个去 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三个步骤 跟这三个步骤来怎么治疗这个经常疼痛 好 这是一个真识医 真识医里面我们除了要知道疼痛在哪里 我们还要知道 这哪一边怎么扎 这个阴阳脚怎么去诊断 这很简单 病人一躺下来 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他的脚 哪个是阴哪个是阳怎么去诊断 那上次我们课也讲了这个 那 很简单的大家看到我 这个这个情况 来我先把它放小 然后告诉大家 怎么去做这个 结束演示 你看到的是全屏 那很简单就是 你病人这样 平坦对吧 仰卧你要确定 后面没有钱包 然后 床也是比较 不是太软的床 软硬适床 然后呢 你到了病人的这个脚这边你可以 站在这一边 你可以站在这一边 如果站在这一边你就这样 把病人的脚这样 往床 去压 小指的这个地方 竹小指的地方 压到脚底 压下去 然后让他自然回弹起来 或者是呢在这边 人是站在这边 医生站在这边 然后这样 往 大拇指这边 关节这边 然后往 床边 去压 让他自然的回弹起来 当然 压之前你要确定 我们刚才说的后面没有东西 还有 人是 躺着一个直线的 你不能让 病人 躺歪了 OK 压完以后让他自然的回弹上来 然后呢 你就要跑到头这一边 去看这一侧 然后去看他哪一角是 外翻哪一角是内翻 OK 前面这个动作就是 你在分阴阳之前诊断之前你需要做的一个 动作 OK 建议你给病人拍一张照片 像我们 刚刚拍的那个照片 我再放给你看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看回这个 PPT 你看这PPT 很简单看到了这个图啊 右脚呢是相对内翻的 相对的 左脚来说 他是内翻的 左脚就是外翻 所以左脚呢 就被定义成 阳脚 右脚呢就被定义成 阴脚 OK 这个 诊断就结束了 这个阴阳的结构诊断就结束了 OK 那今天我们介绍的穴位 我们没有介绍 没有介绍到手的穴位 我们是用到远端的 竹的穴位 所以我们只要用竹就好了 这一次 所以下面呢 你看 手 则相反 手的阴阳相反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 我们在 上一期的这个腰痛呢 我们有介绍到 因为我们有用到手上面的穴位 所以我们就介绍到手 今天我们只要足 下一次的课 我们还会介绍 更多 OK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到哪里 我们讲到哪里 我们就只讲脚的阴阳就好了 手的阴阳我们今天不谈 OK 不然有一些人 刚开始的 去去去做这个诊断的时候 他分不清楚就 混乱了 因为他有相反 所以只要这样分就好了 OK 这是第一个情况 每个病人来 他只有两种情况不是这个情况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看一下 也是该那个动作 先做 以后你就看到这个脚 反过来的位 该那个是 右脚阳 左脚阴位 这个你看拍张照片以后呢 左脚是 内翻的 相对内翻 右脚是相对外翻 这个诊断是什么 诊断是右脚阳 左脚阴 叫右阳脚 右左阴脚 能明白吗 来能跟得上能明白 发个三 回复个三 这第一个诊断 简单的诊断可以吗 这是旧坛 这是没有的 这系统里面 我们把它加上这个以后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扎针要扎哪里 这个很简单 我们扎针怎么扎 就是 阴晶就扎在 阴脚上面 阳晶就扎在阳脚上面 所以 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扎阴晶的话 就只能扎在 足的阴晶 只能扎在左脚 因为它是左阴脚 看到吗 这是左阴 如果我们要扎阳晶呢 它就是扎在阳 右脚 我应该说左脚对吧 扎阴晶要扎左脚在这个情况 扎阳晶呢 竹山阳呢都扎在 右脚 竹山晶都扎在左脚 OK 上面那一个就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如果我们扎 任何一条晶的 竹竹竹 竹山阴 任何一条晶还是三条晶都扎完 你这个情况只能扎在右脚 如果是扎 任何一条竹阳晶呢只能扎在左脚 好能明白吗 能明白了来 发个4 回复个4那我就知道你没那么明白 接下来就今天我们要治疗的一个范围 这也是诊断 这还是在真是一的范围 那你说今天我们治疗范围呢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个穴位 颈向疼痛 颈椎病 弱疹 颈向的 任何的颈向外伤 颈椎的骨刺增生 还是颈椎的关节炎 或者是 颈椎的这个 肩盘 突出 椎肩盘突出 都是我们适应的范围 我们 不看病 只看这个症状 看他经过 疼痛经过在哪里 这是 我们治疗的 这个诊断的重点 除了结构 阴阳的诊断以外 我们还要看 哪一条经络 那不外乎就是这样这个颈椎病 你看这边有两张图 其中一张图呢 左边这张图呢 他疼痛在一侧 对吧 右边上就是 两侧的颈椎都疼痛 OK 那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他疼痛在另外一侧 就左侧疼痛 右侧疼痛对吧 都可能对吧 就这种是三种情况对吧 颈椎 那当然你要说有的颈椎病还 延伸到 痛到头 对吧 有的呢 还会 疼痛 到上背 或者是 牵扯到前胸 或者是走到 手麻 都可能 OK 我们只是把他讲是不是 颈椎病 局限在这个 颈项 今天解决局限在颈项的这个疼痛 好 我们再来 这个还是一个针刺一 还是在做诊断的范围 比如说再有一个案例 病人来的时候呢 他这个病人你看他的 拍照以后只想他这怎么 这个诊断的是 幼竹阳 OK 真是一先找出病经和阴阳的诊断 那幼竹阳 接下来你看 我们不管是疼痛在一侧还是两侧 他的经络不外乎就这 这六条经络 OK 这五条经络 我说说 膀胱经 胆经 小肠 三胶 还有 肚脉 OK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我先停止一下这个分享 跟大家 想一下 这个经络是怎么样的 诊断 在我们谈针里面呢 我们经常会问病人说你痛在哪里请你用一个手指指给我看 病人会有我痛在这一边 这边是什么 肚脉 你的诊断就是肚脉结束了 除了结构阴阳诊断你还要诊断 这个 疼痛 疼痛在什么情况上面 不过病人说哎我是这一边疼痛 膀胱经 我病人是这么滑的 他说就在这边这个位置 膀胱经跟肚脉 诊断结束 那病人说哎这边还这边也痛啊 胆经 胆经 你不好意思吗 我们再回去刚才分享的那一个 PPT 好 这PPT呢 就是该我们讲了 胆经 膀胱经 包括 还有 肚脉 对吧 三条疼痛在里面 如果 病人疼痛在往前走 就胆经在往旁边 再往前 往前 测 测测前 去走 就会包含 小肠经跟上脚经 OK 不管是左边疼痛右边疼痛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这些疼痛都包括 包括在里面 临床当然不 不一定全部都包括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血维老师 这些经络 仅像的任何一个经络 的病变呢我们都会包含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针刺2跟针刺3 那针刺2呢 我们选择了针经跟圣经 来扎针 为什么我们选择针经 圣经呢因为我们有一个 六大系统的平衡 这个由于时间的限制 我就不分析给大家看 因为他需要一个分析的 一个东西 一个知识点 切入然后去分析 哪一条经络可以平衡 我们刚才讲的五个 病经 那我们通过这六大系统以后 我们发现说 肝经跟圣经只要两条经络 就可以平衡所有的 病经 就是所有这边 五条的病经 OK 那我们这边是没有演示给大家看 针刺2 可是我在我们面授课里面呢 我们都会讲 讲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重点 我们就选 肝经跟圣经 所以 针刺2我们省列的比较多东西 针刺3 重点是针刺3 我把结果告诉大家 大家在临床 治疗就可以了 我们两个方案 第1个方案呢 方案1 你只要选 三阴胶 或者腹瘤穴就可以了 三阴胶是什么 脾经的穴位 三阴 为什么叫三阴胶 是肝经 圣经 还有脾经 交汇的一个地方叫三阴胶 对吧 这三条 阴经 交汇在一起 交汇在一个穴位上面 叫三阴胶 那这个穴位呢 其实是在脾经上面 OK 再来呢 我们刚才不说嘛 只要选中 肝经跟圣经 就可以 治疗我们该所有的这个颈项疼痛 并经对吧 那三阴胶是不是里面就包含了肝经 是 包含了 那 腹瘤呢 只是圣经的 他就不包含了 对吧 所以 不管你是扎三阴胶还是腹瘤 你都要做一个 苍规碳瘤 的针法 把针感 下行 传导到 怀关节的 圣经和肝经 上面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方案一呢 我们用的针很少 一针或是两针 可留针可 可以不用留针 啊 很简单 等下我们会告诉大家 我们先介绍瘸位 然后会告诉大家 怎么扎 会有视频演示给大家 所以大家先别着急啊 然后 然后 我们还有一个方案二 方案二呢就是 圣经 跟肝经上面去找瘦尾 对吧 我们真是 二有圣经跟肝经吗 圣经呢 就从太息到腹瘤的 这一个 这个区域里面 去找阿世瘦下征 阿世瘦是 用同等的 压力去 按压 看哪一个 按压点比较敏感 就在那边下征 在圣经是从 太息跟腹瘤这么做 甘经呢就从中风到泥沟穴 这个区域 去找阿世瘦下征 你要注意的就是啊 甘经的时候啊是在 颈骨平面上 去按压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啊 我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停止一下这分享的PPT 然后 我再跟大家 讲一下 因为这个 还是 谭老师的甘经这边啊 他的甘经是在你看啊 这是三星礁对吧 这是中风 中风 到三星礁 他是不是跨过了 这是甘经对 对不对 这不在 这不在什么 这不在晋骨 晋骨面上面 对吧 所以呢 三星礁是三寸啊 晋骨是 这个腹瘤是在这边啊 是两寸啊 OK 离沟是五寸的部位啊 离沟是五寸的部位 所以呢 他又离沟又跑上来啊 所以你知道在晋骨平面 你不用跑到说跑去前面 你就在 中风这边然后开始压 直接压上来看到吗 晋骨是这么跑的 可是我是这样压 画一条线给大家看 看到吗 橘色的 橙色的 就在这边压就可以了 后面这边也是晋骨 三星礁这边就是晋骨后面哦 那你不需要说 沿着这条线这样你只要在前面这样压就可以了 而是往后一点点中间一点压 然后找到痛点呢 针进去呢 平次就可以 平次留针 平次留针 找到任何的痛点你就可以平次留针 所以这个是针会相对比较多的 找到敏感点 这么找 OK 然后呢 另外一段就是这个 泰西道负流 这一段 这一段 可以去找 找痛点去找针 OK 可以 所以是这一边平次针 这边直次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想问大家 这个 我们在讲了 扎的 扎的圣经跟肝经 我们应该扎哪里 在这个案例这边 你看清楚 你会讲要扎哪一边对吧 我说哎我们扎哪一边 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们看回上一个PPT 他是幼竹羊对吧 所以幼竹应该扎的是什么 扎的是 羊经 可是我们在扎的是什么 肝经跟圣经 我们应该扎在左竹 所以针刺山这些穴位 我们讲的这些穴位都是要扎在左竹 左边 方案二 我下面还写的 在筋骨上面就可以了 扎针在心骨上面就可以了 一般不需要要求增感 跟方案一是不一样的 方案一是要求增感 方案二呢 找到痛点下针 找到痛点下针 你不需要要求增感 扎针 还是平次 肝经上面你平次 圣经你扎 就可以了 不用去做手法 但是有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行 苍规探血法 那为什么我提出两个方案呢 因为我们临床上会发现说 有一些病人 是很不喜欢 增感的 这时候你用方案二 如果病人 他 不介意增感的 你可以选择 方案一 还是病人很喜欢增感的 他说 你不要跟我找到这 你就是 我要那种酸麻胀痛的 感觉了 有的病人很喜欢那种感觉 他不介意 那请你用方案一 所以两个方案提出来给大家 在临床可以做一个选择 好 到目前为止 大家听明白吗 听明白的发个四 发个五 谢谢 很简单 一点都不能 好了我们讲证据 用什么证据呢 方案一 一跟二呢 如果你是要做 我们讲一你是用 仓规碳穴吗 等下我会讲仓规碳穴怎么做 然后还有 二呢我们说 你可以直斥 留针 然后不做手法 对吧 或者是 方案二呢你做手法 那你要做手法我觉得 我觉得 用0.16 mm的针很细的针 然后呢 15mm 很短的针就可以做手法 不用伸针 但你要伸针来做也可以 出针也可以 可是出针比较痛 针感比较强 你不需要那么强 所以大多数病人都可以接受 而且不需要留针 方案二 如果你要留针的话 我建议 你用0.2 或是0.25 甚至你用0.18也可以 我们现在买到的针 买不到0.18 所以我就用0.2 那0.18 那0.18是断话 我就改了0.2 最近呢 我0.2的针也断了 我是用0.25的针 必不得已用0.25 所以我把0.25也带进来了 乘以40mm的针 所以针 细的就可以了 针感不用抢 方案二 这是用的 针据 好 我们再讲行针手法 我提出两个手法 就是方 方案一跟二都可以用 用短针就可以了 你用长针行针也可以 单纯的提差法 这是一个 就在 10次进去提差 提差个9次 或是15次 足够 或者是行 昌规探穴法 昌规探穴法 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文字上面 上下左右 等于上 上下左右 或是等于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提差 直到相应的出现 相应的区域 我可以少的区域 出现 感觉或者跳动的 感觉传导 什么意思呢 相应的什么区域呢 我少了区域两个字 就是全息的区域 我们提出了这个针刺3的时候 之后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是选择两个穴位 为什么我们要从中锋开始 还有太西开始涨 我告诉你啊 你看啊 这是我的手 然后这是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 哎呀 就是嘴巴 看到吗 我在讲话 我在点头 我在 撤摆头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整个就是 头嘛 然后这是什么 这就是颈像 中国有些 地方的这个 啊 方言呢 他叫做颈脖子 这是我们的脖子 颈脖子 好 我们今天学的穴位是肝经 圣经 在竹上面 我们选的是这一边的 这一边的经过 然后脚 所以脚跟手 你看到吗 有很相似的地方 这是什么 这就是脚脖子 所以怀关节叫脚脖子 所以在我们用远道取穴 我们用全息像 所以真是三次用全息的概念 脚脖子治疗颈脖子 所以我们的圣经的 这个太息穴 就治疗我们颈椎的 颈一 中风穴 干净的中风穴 是我们颈椎一 颈一 到了腹流这个阶段 或者是再到 三阴交这个阶段拉下来 颈七 OK 所以腹流跟三阴交这个位置 这个区域呢 是颈七 颈七颈椎 所以呢 我们改化的区域 是从太息到腹流 然后 中风到离沟 为什么中风变成离沟 不是到腹流这个阶段 两处还是三处这个地方 因为到了离沟的时候 很多人有颈向疼痛的时候 他们出现了这一边 这一边是 小肠经的 谁可以平衡小肠经 干净可以平衡小肠经 就是这个 肩胛骨这一边的 疼痛 所以我就把它 移到 这个 离沟 所以离沟你扎针方案二的时候 你找 找到这边疼痛 离沟附近下来到三阴交 这个区域 有疼痛 如果你下针的时候 他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边的问题 OK 虽然我们讲景象很痛 经常 落到这边 如果是在景象而已呢 你只要在 三阴交换是负流的这个水平 就是中峰的上两寸 还是三寸 这个区域 去找痛点 就基本上OK 好 好 再来 共享一下 OK 我希望这次讲得很清楚 好 我们讲了 一跟二 我们用仓规探学说 仓规探学怎么做 我大概 简单的讲一下 仓规探学怎么做 你看 很简单的 针进去 针 进去穴位以后 破皮 进去以后 我这样倒过来 你看 针 往上 你在往上刺个三次 左边三次 下三次 右三次 对吧 中间也可以吃个三次 仓规探学结束了 就这么简单的说法 那我们吃三次呢 找什么感觉 我们是要找呢 有没有感觉 如果你吃在 不管是负瘤 还是三金胶 有没有感觉 传导到 中风 干经穴这一边 或者是 太西穴这一边 如果 你可以 一个穴位 负瘤还是 三金胶 有感觉 传导到 太西 沿着圣经 或者是 肝经 传导在这两边来 就可以 就可以停针了 针就可以出来 所以你要跟病人沟通的 OK 不要用蛮力 的教会演法 演示给你看 我没有这样 很强的去 不需要的 慢慢的进出 病人会告诉你 你跟病人 我在找 有没有感觉往下走 有 好到哪里 你就划给你 病人躺着他看不到 坐着他看不到 你说 是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还是你划几条线给他看 是第1条线第2条线第3条线 他会告诉你这哪条线 你就知道 感觉有没有到 好 理解吗 OK 好 如果你做了第1条线 你做了一 往下 他跑到圣经 比如说在腹瘤 他跑到 太西穴了 好他还没有到中风 对吧 那你就往前 对吧 往这边 脚趾这边 然后去找 扎个三次 45次也可以 一般我扎三次 然后他往下了 往到中风瘤了 那足矣 可以 OK 其他两个方向你就不用扎了 就不用再扎了 OK的 那在出症之前呢 你先让病人活动一下 感觉一下景象怎么样 明白吗 我这时候是小小细节 那病人会马上说哎减轻了 那当然 扎三之前你要让病人活动啊 检查一下 在景象疼痛从0到10是多少 如果是6 他在扎了以后 检查到 3了太好了 减到0了太好了 就结束了嘛 对吧 好 能跟得上吗 来能跟得上了 扎个6 这都是 扎针的一个细节啊 跟大家讲清楚 如果 可以啊 很简单不难啊 好 如果万一 你用方案一 负流 负流 只是出现到 下面 怎么扎四个方向扎完了 只出现到这个什么 太息而已 传不到这个 中风穴 怎么办 请你起针 再到三云教那边去扎 就可以了 所以我给你两个修位嘛 对吧 三云教一样做 参规探学手法 看你有没有 跑下来 就可以了 那你做完 你不要起针 你说我要留针可以吗 可以两针都可以留 那你说我做完了手法 针感已经到 到了 我出针 不留针可不可以 也可以 就不用留针 所以一般上我留针 就不留针了 OK 可以做出来效果 就不留针 还有一种情况 你用扫针法的时候 你做了手法 万一 他没有 你做不出这个针感 怎么办 有的 有做不出 他可能会出现什么 跳的感觉 只要他出现跳 肌肉跳动 所以你另外 等下你会看到我的视频 我教你怎么扎的时候 给你 我一个手指会放在针的旁边 感觉 肌肉跳 有一种情况 跳的时候 肌肉跳的时候 病人会出现 同时出现针感到 踝关节来 这样就可以了 有一种是没有 针感的 他的跳 并能 有一种情况是并能感觉到跳 你也能感觉到 有一种情况是 并能感觉不到跳 我不管你怎么样 只要你能感觉到 还是并能感觉到 就算 就可以了 然后他没有感觉到 针感去哪里 只要有跳 就好了 他不用感觉说 针感到哪里 不需要 所以一个是有针感到 全息的区域 一个是只要能跳 一般跳了 我给他跳个三次 跳个三次就可以 OK 跳有可能出现说 有跳到这个 全息的区域 有一种情况是没有跳到全息的区域 都没问题 都OK OK只要跳三次就可以了 就可以出针了 OK 好 那再来一种情况说 我既没有针感出现到全息的区域 就太息跟中风 又没有出现跳怎么办 我很新手嘛 你肯定会有这种人的 你去扎肯定会有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有一些病人是扎不住跳也扎不住针感 有 扎 可是还是会出现 无所谓 只要四个方向 每一个方向 你至少扎了 三次提插三次 中间再给他提插三次 然后你先不出针你先留针 比如说腹瘤你扎的没有没有感觉对吧 你都扎完了 三个 昌规探瘤马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加中间 就五个方向 五个方向扎完 病人 也没有出现针感 也没有跳动 你先把针留着 你再去做 三阴交 三阴交做完 还没有出现 你先留着 好了现在你可以让病人动一动 有些病人他没有出现这些针感 没有出现跳动 可是他的局部穴位已经 已经松掉了 颈的肌肉已经松了 他不一定会跳动 无所谓的 这时候你让病人动一动 他一样有效 OK 好几种情况 我都跟你分析好了 所以 你临床呢 不要 怕 渣了 然后问病人感觉如何 如果可以出现到明显的针感 效果就很明确 OK没有出现的话 留针 留针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还有一种 如果你用小针的话 改用长针 往生一点刺 针感就会出来了 可是 你往生刺 很可能是 护流的话 刺着到神经是麻痛是 太明显 太难做了 所以我不喜欢用 这个长针 用短针呢 你扎哪里呢 扎到浅筋膜这个层就可以了 在浅筋膜这个薄层里面呢 进出针 就会很明显的针感 甚至是跳动 OK 注意是浅筋膜 长针的时候呢 如果你 在浅筋膜 你做不到针感的 你长针下去呢 我也不是叫你去刺激神经 刺激神经是一种做法 可是不要特意去刺激神经 因为神经刺激的时候 太强烈 不好 不好受 很多病人都被吓到了 跑到 生经膜去找 找生经膜 OK 一样是进出在生经膜那一过程进出就好了OK 把这重点都给给你们说了好 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 方案二的时候留针是怎么留 等下会告诉你们会有视频会有照片好 到目前为止 能理解的 OK的 请发个7 跟德上的请发个7 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太好了 可以哈 好 那我们继续哈 我们下周还会有一个公益课哈 每周带给大家一个公益课 我再把那个QPD给翻出来 我收下去了 我收下去了 看不见 不好意思哈 这个 这是第二次用这个 小耳通 所以 还没有太熟练 好出现 双铁探学手法我们讲完了哈 我们先再讲一个 视频等一下给大家看啊 等下给大家看视频 操作的视频 三星交跟妇女都会给大家看 我们要讲注意的事项 你需要嘱咐 患者的事 还有医生你需要 下诊的时候要怎么样 如果你看到血管的时候请你避开血管 你就算你找到阿斯穴就在血管上面 请你在血管旁边下诊 不要只是阿 血管啊 从血管旁边下诊 然后你行仓规探穴 整个穴位整个区 不被你涵盖了 OK 这是重点啊 行针得气以后啊 什么叫得气 这边的得气是双麻胀痛 可是我们不喜欢有这个痛的感觉 尤其是刺痛 请你有刺痛的时候请你再 出针 再换一根针 来扎 可能是 针的质量不好 也可能你扎的位置呢 他特别的 不舒服 皮肤比较紧 你换一个穴位来扎 换一根针来扎 他扎的地方 就稍微比较好一点 就不会引起刺痛 有一些 时候你扎进去 病人就是 不管你哪一个方向 进出哪一个方向 病人说刺痛 刺痛 请你出针 重新换一根针 针不是很贵的东西 要舍得花针钱 得气以后啊 跳也是一种得气的方法 可以选择留针15到30分钟 或是 不需要留针 可以选择不留针 这个是 你看你的 做法 如果选择留针 千万嘱咐病人 不要活动扎针的肢体部位 比如今天我们扎的是 主路的嘛 让他不要动脚趾跟这个 这个怀关节 尽量不要动 其实还可以的 一般我留针 我也没有留得很深 就怕说你用了 40M的时候你扎针 扎到 深一点去留针的时候 病人动的时候 他会针会歪掉 然后 你要出针的时候比较难 对于新手来说呢 他 制针 他不用怎么处理 所以我这边先交代一下 起针以后呢 扎针处呢 可能会 遗留针感 也就是说我们在 尤其是方案一 我们做这个针感 虽然他针感比较轻 有些 他不会很强烈的针感 可是他可能出现 针感遗留 轻者呢 你要告诉病人 一般上这种针感 你扎了针感 可能 在 半个小时内 或者是 一两个小时 就会消失了 这都不是问题 严重者呢 会出现呢 这边不应该是握拳 我没有改好 上次讲了这个 手上的穴 他走路的时候 要不要扎一脚吗 他走路上 他会感觉到 他的针感都还遗留在 甚至一两天才能缓解 如果有比较 一直都在那种比较重的症感呢 你可以请他用 热敷带外敷来缓解疼痛 就可以了 或者是 当下给他按这个 扫腹穴 给他按摩扫腹穴 这些油针引起的不舒服感呢 可以当下就减轻减缓 甚至消失 OK 这个也是 当我们做出这个针感 的时候呢 需要跟病人交代的一件事 因为有的病人 他第一次来还是 他不喜欢针感 可是出现针感以后呢 他来的时候 我上次医生你帮我扎坏了 可是你跟他解释了 他回来的时候 医生还真的是 我当时那个 扎针那种感觉啊 虽然针 拿走的话 感觉两三天 那感觉还在 在慢慢慢慢的消失 等到两三天才消失 可是我有听你的话我用那个 热敷 感觉是比较好 好很多 对吧 我按了这个穴位感觉就好很多 所以你需要跟病人沟通的这些医处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我们在国外行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交代清楚 病人不了解针灸 他觉得这个感觉是被你扎坏了 病人就不敢来了 这是因为曾经发生过 所以我才把他放进来跟他 祝福一下 好 关于留针的时间我们刚才也提了哈 留针呢可以15分钟到30分钟或根据病情来延长留针的时间 或者是我们说的方案一我们是不留针的方案二 我们多针法也可以找到每个R4线流去 你会扎一扎 然后行针以后你可以不留针也可以 方案一你要留针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自己做个决定 在我给你看视频之前呢 我再来做一个宣传 我们有一个网课这五个网课今天我们介绍 随位你该我们介绍随位已经完了 可是 我们还有这个 视频 演示还没给你演示 所以行李耐心等一下 我介绍一下这个 宣传这个五个网 五个网课 这五个网课呢我们是录播的 你可以无限期的回看 OK 然后我们有头痛偏头痛还有眩晕 颈向疼痛 我们可以治疗这个结构性的颈椎病 腰痛也有结构性的腰痛 结构改变的腰痛都可以 治疗 膝盖疼痛也可以 耳鸣听力下降是我们 这个诊法做了比较突出的一个效果 所以把它放上来给大家 那我们在公益课呢只介绍 远道取穴 像我们今天介绍的所有都是远道取穴 上一次我们遥痛也是介绍远道取穴 其实还有局部取穴 那 要尤其是在 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 耳鸣听力下降的时候也是 远道有它的效果 还要配合 局部 那很多人扎局部扎 耳鸣听力下降 扎不出效果 扎不出效果 因为它失去了远道 再来 它没有做这个手法 还有就是没有分阴阳 只要分了阴阳 以后呢 效果 耳鸣听力下降呢 都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OK 好 这五个课呢 我们录起来呢 目前已经录好了一个 还有四个还没录好 所以 有一个腰痛可以开始看 他原价是1000 能民币的 我们一个超级优惠价就是500能 人民币 那 可以抵面售课的学费 我们面售课是2021年 23年 11月22号到24号在中国的广州 开课 那你如果你买了500元的人民币 的网课呢 到时候如果你参加这个广州的面售课呢 你可以用这个网课的500来抵1000 就是你扣掉1000 你就把那个面售课剩下多少钱 你就交就可以 那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在2023年10月30号之前 如果你报 广州的课 你必须在10月30号之前付完全款就可以参加 我们刚才 看到了很多人是 学过 以前学过谈真的 欢迎大家回来复课 这个复课呢非常不一样 他在原版的基础上面呢 加了很多的局部穴位 这是第1点 还教大家怎么样 做手法 这是第2点 第3点呢 教大家怎么样分阴阳去取穴 以前我们的123456 6个系统呢 选择扎哪一边 有一个规律对吧在谈证里面 可是我们统一了 就该我们讲了 分阴阳来统一 在上课会讲得更清楚 OK会更清楚 还有几个 模式是说如果你分不出阴阳 怎么做 我们也是在面说课的时候会教给大家 好 好那如果你想要买这5个网课 网课只请联系 发本次公益课连接给你的这个推广人员 向他们 购买就可以了 好我们的广告也就到此为止 我们再看一下 首先我给你看的是方案2 方案2呢你看到什么呢 我这边扎了 呃 七根针 你看在干净的这个位置有没有 我放小我就可以用那个 呃 滑鼠来给你看个更清楚一点 你看这是中锋的位置 大概中锋的位置 那你可能会看到我这个 这个不是中锋什么 你要你不要跟我绞尽 这个是不是中锋穴 我告诉你我是在中锋的附近找了一个阿斯穴 然后我扎的是阿斯穴 中锋附近的阿斯穴 然后呢沿着这一条线你看到我的滑鼠可以可以看到我滑鼠走吗 沿着这条线上啊 你看啊 这条线上对不对 这条线上去走的时候呢 我看一下我被滑 有办法啊 请大家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 我其实到好像可以 带出一只笔工具箱 我看一下工具箱 有没有一只笔可以给我滑一滑的 好像没有 那我就没办法了 无所谓 这一边呢 我看一下好 好 看到吗 就在这个镜骨这个平面上面这个箱图啊蓝色的箱图上面 我去找 找痛点 OK 如果我要放小银 看到吗 就在这个平面上面去找痛点就可以 找到了痛点我就给他 扎一根针 我找了三个痛点看到吗 这边有三个痛点 这三个痛点呢 我就给他扎一根针 OK 这三根针是平次的 这三根针是平次的 没有什么特别啊 这不需要行针的 这边这三根针没有行针 这给怕针感的人了 你就找到痛点 一定要找到痛点下针 就叫阿斯穴 这边从 泰西到腹瘤位置 我也是找的三个穴位 给他下针 这个是用20mm的针 40mm的针 扎的比较稍微深一点点 对吧 可是 不会难 不会难受的 病人 OK 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你扎了长针 这些以后如果病人的疼痛开始下降 比如说是6 降到2 对吧 降到2 我还不满意我要他降到0怎么办 我这个病人 不 介意有点针感 你就在 这些针上面去用粘转的手法就可以 不要用提差你用粘转 稍微粘转粘转粘转 病人的 叫病人活动 头部让颈项活动一下 疼痛就会 进一步的减轻 或者是病人 这病人其实也 也说还可以接受那你可以在这个 基础上面去扎 加仓规碳穴手法 或者是提差原地提差还可以 那三规碳穴呢可以圣经上面可以做 在肝经上面怎么做呢没办法做你做什么 因为他是平次啊平次做不了三规碳穴你做散 散刺法 像一个扇子三角形的散刺法 散刺法什么意思啊 我再画一个图给大家看 这个位置就这样 这个针就这样 然后做一个三角形 针往这里 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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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自然 看了 明白我意思吗 这散刺法 能明白的八个八 什么叫散刺法 扇子的扇 扇子的形状是散刺 在平次呢就可以做散刺法 这是在 这边基础上面的 把手法 你以前用过的手法都可以用在这边上面 很简单 好 我这个 这是方案二的 方案的一定是扎在阴角上面 一定是扎在阴角上面 那我这个病人呢 他的阴角是什么就是右角 因为这是右角 右阴 所以我就扎在这边 好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演示给大家看这个三阴焦 这扎法 我用小针 我还是找了阿斯学看到吗 我看哈 我会找阿斯学才给他找 放大给大家看 没出来 怪了 怪了 好不好意思 那个三阴焦 的没有出来对吧 你稍微等一下哈 我找一下复流的 因为复流我放不了PPT 然后我把那个先打开 来 我们先看复流哈 复流是我自己扎自己 讲的比较清楚 因为扎病人的时候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一边拍一边扎 嗯 嗯 请稍等哈 我把这个 复流的 给大家看一看 复流的视频好 来了 好这三分多钟的视频 大家能看到吗 能看到 视频还没有开播啊能看到 点个9 8个9给我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共 共享的这个音频吗 开始了哈 首先呢 订阅复流穴 大概 两寸稍微 我们扎这边也可以 那 可以找一个R4穴 找一下 用力按一下 如果没有像这个情况没有R4穴对吧 有靠指下的感觉 去揣揣穴 然后看一下 哪一边比较紧的 这边稍微比较紧的 然后我是用15mm的针 就竞争 就竞争 竞争以后呢 上下左右 各方向中间也可以 像这个情况呢 我们先往那一个方向 把一个手指放这里 好 我感觉到 针感传下来了 不是很重的针感 如果感觉到了 就继续 这样就可以了 都没感觉到怎么办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找 所谓的常规探学法 就是这样 往这方向 该跳了 跳了之后呢 他没有感觉下来 无所谓 跳了之后呢 我再往这方向 再多做几次 哎 又跳了 我的大拇指 感觉下面的肌肉跳了 我再再一次 好 又跳了 跳大概三次就好了 如果假设 这也没有感觉 这边也没有感觉 那怎么样 再往那里 这样 这边有没有感觉 这边又跳了 没想到没有看见 感觉这个很大 很大的范围 在这肌肉 谁没有了 就跳了一次 如果这边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 那我们就还往前 先停下来 然后转一下 往那边那个方向 好 我才感觉到什么 我才感觉到什么 这个方向呢 我感觉到麻 麻到脚底 大拇指 还有这一边 这边 泳泉穴 这边大拇指 都麻了 这麻不是很强烈的 所以要跟病物沟通 然后 然后反正我发现 有点出血 无所谓 这边这边 这三个地方 我都出了整感 这边我还跳了一次 OK 好 就是这样 我看一下 我那个视频 可能是 我之前 把那个三明教视频给去掉了 去我的 这个 垃圾邮箱里面找一下 找垃圾邮箱 稍微稍微等一下 我看一下 这四个视频 其中一个一个就是 我把它放回来 可能我就可以看到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垃圾 垃圾 我想想那个视频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因为在PP上面的视频呢 在PP上面的视频呢 在PP上面的视频呢 我想想那个视频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还真没办法 回播了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这个视频 再看一下 因为 我之前是可以 今天早上 看的时候还是可以 不晓得 所有视频都不能 三明教的视频 不晓得为什么不能播 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去找一下我另外一个课件 因为另外课件里面也有三明教的视频 看一下 这个课件里面的 三明教视频是不是可以播的 可以播的话就转到 不好意思 这也播不了 那就没办法了 大家想一下有什么问题 大家先发问 打一打先发问 然后我找一下 三明教的视频 什么意义 这个不错 这是注冰的视频 我必须到我的那个网盘去找 大家看下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下有什么问题 可以先 发问 好 好我找到了 我马上下载就可以了 我找到了 我从网盘下来 我在网盘都有做一个备份的 好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三陰礁的這個渣是怎麼渣的 我還是會找這個三陰礁附近的這個阿氏穴就是 大家看一下 這是三陰礁 下針 所以我只是一次而已 他就下去了 這是往下 看到嗎 再給大家看一次 哎 沒有分享到哈 我開始 奇怪了 你們看不見哈 在我的電腦上面顯示著分享已經分享了 可是你們沒有看見 有了可以看見哈 不好意思哈 在那個電腦上面是看到已經分享了 現在可以嗎可以哈 好謝謝 看一下哈 還是競爭 你看我的 這時候是 我用左手 進三陰礁 有沒有 這是右手 我有一個大摩 在旁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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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這個三陰礁也下到了聖經 足底的涌泉穴去 好 再給大家看一次哈 因為他一做他就下去了 所以我沒有在做把這個殘櫃碳穴全部做 然後 就做了兩三個方向 之前做中間的 就先做中間了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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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那 好 好 對啊 那 就這樣 那 这就是善音教 很简单 一点都不难 真的很简单 不难的 大家能看明白吗 我再把课给他讲完 然后看 看下随后下面 还有一点点什么 是不是要交代了 把他这个交代完以后 我们给大家来一个 看有什么问题 都会回答 那接下来就说公益课的回放 待会我们开始已经讲了 这公益课的回放 在小儿童会有两天的回放 今天到明天还是到后天 就两天的回放 那过后你要看 重复看这个就没有办法看了 那我们会把这个公益课 移到千僚永久回放 免费的 免费的 你可以反复的去看 那如果你要拿这个 这个千僚的永久回放呢 你可以私下来跟我们的推广人员 还在我们群里面出来以后 群里面会发 OK 那 我们发的是链接或是二维码 OK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你们可以进入这个企业微信的二维码 可以少一小这个企业微信 那我们到时候会统一 也把它发到企业微信上面 这企业微信 大家可以少一小进入企业微信 对我们助理说的 小儿童两天回放 过后会上载到千僚永久回放 OK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 因为这个小儿童他他呢 你反复看的时候他有流量 我们是要购买流量的 每一次你看我们都要花钱付流量 小儿童就是这样的规定 千僚呢我们是买下来的平台 然后我们是付免费 然后他可以反复的看 我们不用再付流量 所以我们把它移到千僚上面去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变通法 就也可以让大家反复的回看 我们就做只要付免费就可以了 那小儿童不一样 我们付了免费以后呢 比再看 他给我们规定流量 你越看越多 我们这边还要掏钱就越多 所以就做了一个变通法 希望大家可以明解 OK 好提问时间 有什么问题 我们马上可以提问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跟过去的谈生是比较不一样的 比较不一样的做法 过去谈生我们不 我们没有 我们不做手法 也不分阴阳 不管结构 在我们的网课里面 五个网课里面 我们除了远道学位 以外呢 我们还有介绍局部的学位 怎么取选 所以我们是远道加局部 跟过去的谈生呢 是做远道学位 又有不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这次的面授课呢 教的呢 也就是远道加局部 然后教给大家呢 做手法 不做手法 两种针法 都教给大家 OK 然后教大家呢 在分阴阳的时候 改我们简单的介绍 公益课简单的介绍阴阳 基本上都可以分出来 可是有模拟两可 有些病人呢 他就是这样一点点而已 你看拍照都拍不出来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进一步怎么样去 分阴阳 对吧 我们还有进一步的 我们这边没有教 我们会在面授课会教 实话跟大学 然后还有就是 在这个 做这个手法的时候 你找不到阿斯穴怎么办 对吧 然后呢 你找不到阿斯穴 我们还可以 用什么其他的方法去 找这个穴位 该我们说了吗 紧的方法 在面授课的时候呢 我就会摸 摸了以后 你们再来摸 教你们说 怎么摸 我们还有一些特定的穴位 特定的穴位呢 那就是说 在特定的区域 特定的穴位里面呢 你特别容易找到那些阿斯穴 那就变成说 你看我们今天 这个 我们一般只是扎怀关节对吧 扎怀关节 治疗经常很多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移到 三阴胶跟这个腹瘤 因为这两边 很容易做出增感 我们还可以移到穴位移到哪里 移到阴骨穴 就膝盖附近这边一半也可以 那就注冰 我们在注冰一个穴位 也可以治疗颈向疼痛 他治疗范围就更广了 还可以治疗腰痛 你明白意思吗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方法 让你找出来说 如果说病人有腰痛 还有颈向疼痛 你怎么样用一根针 取拿一个穴位比较好 怎么样去找出他的经节点 我们在临床有一个小总结 教大家更快的去找到那个点 找不到点 怎么样在指下什么感觉 怎么去找那种经节点 我们都会教给大家在面所课 好 我们看一下问题 老师请问阴阳如何分 也是由患测分 可以再讲 您可以看一下回放 这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就不再讲了好不好 你不要浪费其他的时间 前面最开始 我们就讲了阴阳怎么分法 我们这次讲了 上一次我们也讲了 所以腰痛的回放跟 颈向疼痛的回放 你都可以看好不好 所以这个我们就欧阳 我们就不重复了 不好意思 肩颈必痛 得热则缓也是个真法 得热 什么意思啊 这是 这是一个原文对吧 得热则缓有好几个解释法 你是从你是给我看一个原文吗 你是给我看一个原文原文吗 我先看下一个你再回复我哈 啊 针究行真方向跟其真原理一样吗 行真方向跟其真原理 你想齐勇老师的其真吗 啊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这个行真啊 啊 其实 在面授课我们还讲更清楚 我们就把最基础的 大家在学校学好的这个 已经学了参规探学 手法 我们就用提差法 连文法在工艺课上面 到了 面授课我们还会讲 深一层的这个 手法 深一层的手法 我们是有分的 还可以进一步做手法 怎么做 面授课我们会有内容 啊 不分方向 没有分方向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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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补蟹的话 我们不分方向在这边 不讲 不谈补蟹 在更 其他的课里面 我们会讲 更深一层的课里面 我们会讲到这个 虚实 扎针 针尖的方向 这个时候我们不分 不讲 不客气 肩 僅僅必痛 得热折缓 这也是个真法 其实 他得热折缓有两种理解 我的理解 个人 我看到这样的话 一个都是原文的话呢 就是得热折缓嘛 那你说怕冷 它是一种热呢 会增加血循环 得热折缓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做到就是 做这个 温敷 不一定是针 爱灸 神灯 温敷 也是给热的 这就得热折缓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呢 就是扎针的情况之下呢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烧山火的手法 让他出热 我们是可以做出来的 烧山火 我发了很多视频 对不对 烧山火怎么做 做出来了 那我们发现烧山火以后呢 寒币对吧 你问的是寒币没错 那最近 我我最近经常发的那一个案例 它就是寒币 就是一个 峰制性关节炎的 两个脚肿 膝盖 怀关节都肿 很痛 然后我们用了什么方法呢 热敷的方法 热敷的时候啊 我一个视频如果你看了没有 热敷敷下去的时候呢 很舒服 我们这边冬天嘛 被子要盖上 他就哇好舒服啊 可是一旦被拿走的时候 热敷拿走的时候呢 他不行了 他说很冷 很怕冷 很冷很痛 就算是热敷盖在上面呢 被子不给他盖上呢 他说你要把被子给我盖上 他说太冷了 因为热敷不是我们给他热敷不是准在脚敷完吗 热敷带就那么大嘛 给他敷了膝盖 给他敷脚踝 他说被子要盖上 留真被子要盖上 好 我就把热敷拿走 我在三阴郊跟这个竹山里呢 阴脚我扎三阴郊脚我扎竹山里 然后我做一个炙热方法 烧山火炙热方法 但我做炙热方法的时候呢 他的热 从三阴郊 要传到所有的脚底还有五个脚趾都热起来 还是竹山里 这个热也是传到所有的脚都 一侧的脚 五个脚趾跟脚底都热起来以后呢 我就留真了 留真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盖被子 那不盖被子 他也不寒冷 也不寒痛 所以叫得热则缓 跟你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我就跟病人说 我说我上一次 他第三次来的时候 过一次来的时候 我说 上一次我用针给你脚发热 跟之前 前几次我没有做这个手法 你只是要跟你用热敷 然后扎症以后热敷 然后 盖上被子 你觉得哪一个效果比较好 他说 做出针杆的那一个 烧山火那个针杆好很多 他说 因为他可以持续温 温得很久 最近病人转眼就回来 因为我好几个星期没见他 我的同事再见他 我出去外面 做别的事 所以没办法 检测病人从奥克兰来的 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来 然后他他说现在 冷了 已经不冷了 痛也好很多了 就一两分的疼痛 以前是 都在冷都在痛 最近还下雨很冷 他也不觉得冷了 这就是烧山火 得热则缓 这样 正好我一个案例可以跟你分享 跟你分享一下 是韩币 好 其他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结束了 不浪费大家时间 给大家去看一下回放就好了 OK好 我要上我们的网课的 可以找推广人员来 购买网课 买500块可以抵1000块 我们11月 广州的面缩课 现在可以报名 可以付款了 请找 这个推广人员 赶快报名 OK 我们 复课的学员 您不需要交全费用 有一个复课费用的 你只要来跟推广人员了解一下 你的复课费是多少 然后您交了就可以来上课 就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下周 下周我们再见 我请在这适合